救護車十萬火急趕到生活百貨門口 傳出有人在廁所裡好久都沒出來 趕緊通報遠景 警銷大陣仗出動 有一個先生被帶出來 然後他們就持續性的溝通 後來過了很久之後 先生先上了救護車 之後下來又被警車帶走 因為有客人要用 所以他等太久了 整間店就這麼一間廁所 被人佔用長達40分鐘 店員很無奈 位在高雄的這間生活百貨 26號中午前有警銷到場 敲敲廁所門才發現是一名男子在裡面 但他說自己不需要就醫 就只是單純上廁所而已 來逛生活百貨會不會常常逛一逛 肚子好痛好想上廁所 不過真的就有一名男子 在廁所裡一待就是40分鐘 貨賣場必跑廁所 逐漸變成都市傳說 其實賣場或書店的商品 陳列很整齊很密集 疑是說會讓人莫名有種緊張感 再加上高度不一需要墊腳 彎腰或蹲下 可能就會幫助腸胃蠕動 胃腸道的蠕動 其實正常要有一個收縮的協調性 但有些人可能是因為神經壓力的關係 他收縮協調性增加了 那增加之後腸蠕動太快就會有 驚乱痛跟向跑廁所的現象 所以覺得應該是賣場的那個情境 或許在某些人的心中 可能會導致一種壓力 腸造症跟壓力有關 常耗發在年輕族群 意外讓藥妝賣場成為都市傳說 難怪有不少賣場都會設置廁所 讓顧客能夠解決黨務之急 TVBS新聞 武少龍 宋阿娟 高雄報導 星期星期ации